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延龄被不杀 她是被叫到警察局去 一个女孩子 那被奸杀以后呢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毁尸灭迹 奸杀了以后可以把她毁尸灭迹 在警察局奸杀她容易 毁尸灭迹也不难 找一个车 然后拉这个地方去 人都死了 何必奸杀不灭迹呢 丢到海里去 然后再捞上来找个人 这个事有点奇怪 那我分析一下 奸杀不灭迹 然后大家都知道 勇武派和河里飞都知道 勇武派怎么想 报仇 因为勇武派都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冲动 年纪轻一些 没有那么理智 他呢就会冲上前去 不再考虑呢 不革新 你们脱脱了太慢了 等你们的猴年马 就要死了一百个了 我买拼了 勇武派的反应 一般是这样 而河里飞的反应呢 一般是 哎呦 这 奸杀 太狠了 我怕死 河里飞呢 一般呢 不只是说 里面是和平 力行非暴力 而且呢 他 他也不怎么上战场 他也不带前线 他也不会捡 是吧 这个 他也不会灭 他也不会扔什么 这个汽油袋 这些人 只会喊喊口号 拿个牌子 所以说呢 越没经过事的 他越害怕 害怕怎么办 退后 再退后 慢一点 再慢一点 哎 中共当局 我认为 那就是这么说了 前面 冲得太快了 后面 往后退缩 中间 就出现了一个缝隙 这个时候呢 我去中心化 去不 你去中心化了 我没有办法 消灭中心 消灭中心 不那么容易 我把你这一千 用武派 给消灭掉 还是比较容易 当然呢 对抗中的 抗争的 香港民众来说 那就是希望 更多的 合理 成为用武派 你跟我后边 这个捡退里瓦 是我捡 你看了以后 哎 你捡一个 我捡十个 你捡一个 后面那个捡过一个 就觉得 哦 原来也不难 就跑得快点 然后口罩戴好 不要把眼睛拉住 然后呢 捡起来 然后丢到水里头 水桶一干 哦 原来也不是很难的事 哦 这个和理非呢 稍微激进一点的 但勇猛一点的 可能就很快变成武派了 我们当然知道 香港杀了已经两千人了 勇猛派了一千人 杀了两千 那多杀了一倍了 那怎么 现在还有这么多勇猛派的 那就是很多合理非呢 变成了勇猛派 这是对抗争的民众所需要的 而对于习共政权来说 他希望的就是 赶紧把问题解决了 把勇猛派和合理非 先不一点 割裂开来 然后把勇猛派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完了 然后最后只剩下合理 合理非了 那香港正的那个警察 给你批准你上街邮行 我就追求他 今天没有这个不同意 什么不反对什么 这个叫不反对 说明书 声明书 不反对声明书 没批准 那我就不去了 我等下一次去吧 他就时不时的允许你批一两次 时不时的又不批你两次 这样摸摸 然后我就把香港问题解决了 所以说呢 奸杀不灭尽 是为了割裂勇武派和合理非 谢谢大家 再见